这是慈禧一顿朴实物化且枯燥的午餐 大到小小120道菜 松花小肚爆炒牛蛙八宝鱼绒片皮乳猪 慈禧一个眼神 小太监立马领会 夹了一个炸肉丸子放到慈禧面前 慈禧当场好评 小太监赶紧又夹一块 李莲莹却吩咐撤下去 她怎么敢忤逆慈禧的喜好 因为祖上留下规矩 一道菜绝对不能吃第四口 两口就得撤下去 如果非要吃第三口 那这道菜各把月都不能再上桌了 这叫天威难测 没人知道她爱吃什么 给投毒增加难度 除夕夜的一餐最隆重 摆上天地人三桌 吃一桌扔两桌 注意这最后一道菜 不是蒸羊糕蒸熊掌 而是一盘主动饺子 李莲莹双膝跪地举过头顶 皇帝亲自送到慈禧面前 这是老祖宗在入关前 过年才吃得上的美食 叫一苦思甜 明镜需要一个 fruits and cream 既然如此